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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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缝红魂访 复飞送缝黄魂访 废福分缝粉红访 方沙访复飞送废福分缝 完了红魂访 黄魂访 粉红魂访 又就要去缝粉红魂访 花魂访 这个难度上好像是他比你大一点 对 你们俩怎么相爱的呢 之前我是一个逗个人 给我捧人的那个男孩呢 他妈去世了 他就回老家了 就我自己耍单了 然后呢我就想改一下方式 正好他刚学相声 然后我们就成了搭档 怎么成为爱情侣的 我们就是怕因为谈恋爱 影响我们的工作 然后呢我们第一条约定 就是只谈工作不谈感情 我立的 对 你立的 对 但是呢破坏这规矩的也是他 11月份他生日的时候 我就带他去一间餐馆吃饭 然后让服务员过来给他 给他唱生日歌 然后送他留情 可能 他哭了 对 稀里哗啦的 那种感觉真的不一样 这是我在女孩面前第一次落泪 这你就哭了 我感觉挺感动 因为我没有谈过 真的在他之前没有谈过恋爱 你怎么知道这有谈恋爱呢 就是搭档给搭档送个礼物吗 这是一个女孩对那种感觉 我表达不出来 后来呢 后来就 然后从那天开始我们就好了 这不挺好吗 然后呢 但是在这个我们后期的这个工作当中 这个磨合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很现实的问题 他听不要我去说相声 因为相声这个圈是女人涉足不了的 这些东西他玩不转 就跟咱们玩一个游戏一样 你不知道这个游戏规则 你是玩不了这个游戏的 你们那有什么游戏规则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演的初 下边一个大哥说 好再来一个 孙子再来一个 我心里边都是高兴的 如果说下边大哥说 哎妞儿再来一个 这是我是什么感觉 我再跟你说前几天我们去演出 然后那个赞助商就让他去陪酒 这里边这个让他去陪酒 我是他男朋友 然后我能坐得到吗 我跟那个大哥支持了一晚上 因为这个只给我们一半的演出费 这就是规则呀 就别人的女朋友反正就行 别人的女朋友 你管不了 对呀别人我也管不了 全国这么多 你告诉我拒绝不就行了吗 你太天真了 为什么如果说你拒绝的话 咱俩值三万吗 你值三万吗 那你值三万吗 如果说两个男孩的话还可以 那女孩说不了相声 贾灵是怎么出来的 但是你跟他没有可比性 我怎么没有可比性呢 他是从几岁的圈去学 你现在你刚起步 你把这个年轻的时间都浪费在相声上的 到最后你老了 鸡飞蛋打了 你怎么办 姑娘是不是就起来说相声 那我还不支持你说相声了 你学相声也没有多长时间 而且你自身的这个潜质 我觉得没有达到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的这个标准 你还不如在幕后去支持我 然后退我 我没准明天就能成为一个女版的步骤刚呢 我现在能用他风衣足食 你可以吗 我现在指着相声我买了房子了 你可以吗 我不想买房 而且我的目光不像你这么紧险 虽然说现实 暂时 我是我的生活很困难 很接近 你们得了吧 别吵了啊 说说感情的事吧 这不是相声保卫账 你们要吵这个去郭德纲那 赵老师我跟你们说 现在我们在台上有交流 全靠以前建立起来的默契在说相声 我们台下没有交流 现在已经影响到我的演出质量了 现在 你是想说男女相声对吧 对 你这个感情都是由相声产生的对吧 对 他要不说了 他换一个女搭档 不又产生一份感情吗 我不会再上当了 我已经上了一次当了 谈了多久啊 谈了11月份到现在大概半年多了吧 和 你们俩今天是分手来了还是来干嘛来了 我们就想来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什么问题啊 是继续说相声还是 对我们就想解决如果说他不说相声了 OK你明天在家干什么我都支持你 我喜欢这个东西我不可能去放弃 我不可能因为一个一个男人 你有多爱这男人你跟我说吧 他每次出去然后我心里都会特别的担心 你如果他要不理我然后心里面就会特别的难受 你爱他吗 我喜欢他 如果说每天 只喜欢是吧 喜欢我觉得也有了一身亲情哉了 我没有爱了是吧 也有吧 行吧 这是既有搭档互相的之间的互相指责 又因为是一层情侣关系 所以变得就是更复杂了对吧 我们听听三位老师们的建议 来进入到真心丘比特问卷 你们两个懂爱情吗 我不懂 人家女孩怎么了 从头到尾在你的言辞表述里 说白了 我没有看到你对这个女孩真心的爱护和尊重 一个女人如果想做自己的一番事业 你要找的伴侣 她必须是热爱你包括你热爱的事业 如果说她喜欢别的事业 我完全支持 如果说她明天跟您去了 去做设计去了 明天给你去当评委了 明天去给你当主持人了 我完全支持 就是因为这个相声 你可能没说过相声 你不了解相声 为什么从清朝到现在 您知道的相声女相声演员有几位 说句实话哪一行容易了 我告诉你说电视台的女编导 每天晚上瞒到两点 可能还在还在那剪片子呢 可能放假 国庆节 端午节 别人都团聚的时候 她可能还在直播呢 所以这个世界其实没有什么是容易的 在各行各业的女性所面临的问题 跟她面临的问题 没有什么区别 一对夫妻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好搭档 但是一对工作上的好搭档 不一定能够成为一对好夫妻 搭档之间可能更需要的是默契 但夫妻之间需要的更多的是体谅 实在是我想跟这个男嘉宾这样说 不要那么看不起女人 其实在很多的工作过程当中 实际证明真正要做起来 男人做不过女性 足球是这样 很多方面都是这样 中国足球吧 事实上我们应该感谢女人的伟大 她们退出战场 把荣誉和战场留给了我们 让我们来支撑这个战场 所以说人心最大的弱点 就是看不到自己的弱点 你现在就有这个问题 最后我想跟你们两人说的是 说好一个相声 那就是人生 爱好一个人 那就是对方 我还是支持你们 你们俩我还真的认为走不到一块 我们说恋人应该互相欣赏 互相包容 不能互相看不起 我当初以为 这份感情会促进我们之间的 这个搭档与合作之间的关系 当两个人就是说有爱情了 然后经常在一起 说说笑笑闹闹了 然后再进入正常的 就是对词了之类 这样会比较有默契 但是我告诉你 你可以说他自私 你可以说他想的太多 但是他毕竟不能接受你说相声 我插一句吧 其实我有这样的体会 因为我过去的男朋友 也一直都是事业搭档 你要知道既是情侣 又是事业搭档的话 你的快乐和你的那种认同是双倍的 但是最大的悲哀也在于 你的矛盾和你的冲突也是双倍的 所以如果你抗压的能力不够强 不要轻易去一开始的时候 把这两个东西交杂在一起 我现在问男嘉宾有一个问题 你会娶黄欢这样的女人做老婆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反对女权主义 当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恰恰说明在社会上 有一部分男人确实是这样 打着保护对方的幌子 其实是内心有一些打气 你不敢跟他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去竞争 我敢 我真的敢 如果说 你敢那你就让他做相声 如果他真的做得不好 他当然会自难而退 当有一天他吃亏了 我得怎么办 你这种保护是非常愚蠢的保护 就像黄欢老师所说的 哪行哪业没有色狼啊 但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有选择自己事业的权利 对吗 对 他有没有权利选择 他有权利选择 好了 行了 所以现在冷静下来 听一听亲戚朋友观众朋友们的意见 供你来参考 来 踏浪旁观者清 小刘的大爷来了 大爷 这小伙子您看了 你觉得怎么样 外表挺好 刚才听他说那些和他在这个场上的表现 这个我不赞同 我们这孩子从小就是文骨干在这个学校里边 在北京这块呢 我也去听他的段子 就是说我觉他也有这个天赋 他从事什么行业 我都支持他 就是他要这样的话 你就不支持他们俩是吧 让他们自己选择 我反正我是 谢谢啊 谢谢小刘的大爷 你看人家就是尊重 这叫真的尊重 我是这个男生的父亲 我的家庭呢 是一个串通的家庭 我喜欢的女孩子呢 是一个文职别秘 不要这个跑出露面 我这个希望女孩呢 既然你选择了她 真正的爱一个人 你可以付出你的一切 那么一个男人如果真正爱一个女人 他要付出一切吗 我可以 我告诉你啊 我可以付出一切 但是这个代价太高了 是付出的是他呀 我为了得到他 再付出了他 值吗 先别那么偏一下 但是你现在是需要我付出一切 你未来的 如果那什么公公在说话呢 我可以看法 可能是贫贱的 女性总就是说 得照搬得付出一种摸爱 您的意思就是说 女孩子迟早有一天 得为家庭做出点牺牲 对 反正也要做 现在做得最好 对对 道山老师 你看我听懂了 你是这意思啊 对对对 这个就是这样的家庭 所以有这样的儿子 来 各位情侣 你们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这个男孩 他一上场就说 他不愿意这个女孩 说相声 是怕他遇到危险 对吧 受人欺负是吗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认为 你就是怕 你的女朋友 过你未来的妻子 跟你站在一同 起跑线的时候超过你 因为你从头到尾 显示了你 反对女权主义 你不要反驳我 如果你不同意 我的观点的话 你可以给他一次机会 虽然你前面说 你没有恋爱过 你没有爱过 但是你喜欢一个人 你愿意看到他开心 对吗 你不愿意看到他 难过对吗 可是你宁可 不愿意给他一次机会 把他的梦想 这样扼杀到摇篮里 你觉得你认为 你是喜欢他吗 我觉得你对他 有好感 你的不配 小马 这会儿你应该觉得 你的女朋友特别好 你要是换了这位姐姐 过夏天的话 会弄死你 小马 有句话 可能你 特别注意听 我觉得在这个场上 一到他理屈 词穷的时候 他就说一句话 说我不懂爱情 也许他真的没准备好 所以两位 认真地考虑一下 来我们一起进入下面的 黄金六成 我认为爱一个人 就要多宽容一些 然后多体谅一些 无论是在工作 还是生活当中 我觉得我已经 尽我最大的努力 然后去宽容小马 我对他的感情 也是真的 但是我的梦想 我不想轻易地放弃 我就是因为喜欢你 我才不想让你去说相声 我真的不想让你去说相声 然后刚才老师说了很多 我的缺点 然后我都可以改 真的 我真的都可以改 但是我还是想说 我不希望你说 把相声当为你的职业 你玩可以 没了 你爱他吗 喜欢 喜欢 爱 这都不说的 这就算表白完了 好吗 请回吧两位 来请关门 这个小伙子 像他自己所说的 也许我是第一次恋爱 我真的不懂爱情 但是不懂爱情 会变成一个借口吗 就一定老是让别人去让步吗 你们手里都有一个表决器 你们觉得像他们这样的爱情 你们是祝福还是不祝福 请表决 现场86.27%的朋友 觉得他们应该分手 这对小朋友 自己的选择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一起来数个数 来 5 4 3 2 1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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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是一段生命和爱情交织和冲突的故事 接下来我想我们就用掌声来请出他们 听他们自己来讲述他们的爱情故事 来掌声请出这对主人公 男主人公雷和军来自湖北 二十七岁无业女主人公张家群 二十三岁来自湖北无业 来有请两位有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背弯他 你在哭为什么 有很多人在关心我 非常感谢 两位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也是 就是才开始 在网络上认识的 往来要多久 有三四个月吧 我觉得他非常诚实 文人很好 然后心比较细 跟我可能有同意 加点一种感觉 那个时候他就这样吗 那时候他不是 不是 可能在我们因为 吃苹果一两次 我觉得他特阳光 也很帅气 现在也很帅气 晚上聊了三四个月 就要见面 就是想 那是您爸里面 不是奥运位吗 那年 说过年看 能不能回来见一遍 这种土鲨就出现了 这样的事情 确实是个打击 真的 发生了什么事 我在山东党 当时我们一个小孩 得了疾病 那个打三里面 找不住车 我摆了个二手摸的时候 他那个爸爸妈妈 就回到我 他让你帮我 叫小孩 送到医院 回来的时候 这个天上 下着了蒙蒙细雨 我这个速度也有一点快 就是 就是这个 挡完的时候 他这个 门台爆了 我突然就是 一下子就 甩到边沟里去了 送到医院 醒过来以后 我就知道 这个下神没有知觉 到哪里现在 现在就是到 中队6-8届 下面都没有感觉 是吧 对对对 那个时候知道 他病了吗 不知道 他老师他不知道 不知道 他一直瞒着我 一直瞒着你 对 住院之后 又半个多月了 然后我就发现不对劲 我就说 你现在工作怎么样 他的老师不回信 然后我就觉得不对劲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瞒着我 我说 不管发生什么事 请你告诉我 好吗 就说我在向他 逼问下面 他给我发信息 打电话 就是说 我出车祸了 下车不能走漏了 他说他现在躺在病床上那儿呢 我当时听到之后 我硬崩 我觉得 我觉得 我不相信这个事情 我说 我想去看一下你 你就去了是吗 对对 但是我什么都没想 我也没想到那 我也没想到那 我也没想到路头遥远 我就想见到他 他什么样子 到底是不是真的 去了以后就发现 他已经变成这样一个人了 我当时我第一眼 他那 我到他家的时候 他一个残疾爸爸 腿上来 像是这么醋 钢筋的 也是刚出事 在家里面待着 就是养病 因为父子两个人都出事了 对对对 他父亲先出的事 我那时候看到他的时候 心里面特别酸 那些土屋嘛 住的 然后四面环山的 然后吃什么都不方便 去了小路 他都没有大路 什么车呀都进不去的 全都是走了 又是好里地呢 我们先看一个小片 这个小片 简短地记录了一下 小杨这几年的一个生活场景 我们看一下 来 请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简短地记录 简短地记录 平常的活距离 是每一次用来做的 可以让一个多小时 是一个多小时 小杨自己又落泪了 这个泪水为什么而落 因为我觉得她生活环境特苦 在这儿 我这些 我再苦再累 我都不 我没事 我身体比较好 我可以走路 但是她不可以走路 就是你看到那个屋子 就是整天面对的一个 就是那个黑漆漆的 然后一个房子 我心里面看不到 看到有的时候心里特难受 小杨自己能不能告诉我们 当初当你看到她的时候 就是那么一个家 对吧 就是那么一个环境 很艰苦 然后又是一个受伤的一个男友 这个男友过去其实只是视频过 怎么就让你下定决心留下来 一照顾她就照顾了接近四年的时间 是什么支撑你 能告诉我们吗 我就想让你有一个依靠 有点希望 对自己要有点信心 我不想让你一直就是在这儿威胁我 然后你就喝药自杀这样 我不想让你一个年轻的生命 因为我也不想让你在哪里照顾 那我觉得你应该有个人照顾 你们家确实没有人照顾你 这么一个好姑娘 你在这里照顾我 我怎么能忍心呢 我现在是肯定一个半残废 我直接结婚就是半个人 她特不公平 太不公平了 为什么让她受这样的罪 受这样的委屈呢 还让她这么一个好年轻的小伙子 去圈这样的事情 那小零你告诉我就是 这个姑娘照顾你这么久 你觉得自己有福吗 怎么说的 特别有福 但是这个 不是你回答我的问题就行 好吗 觉得有福吗 有 我们说一个悄悄话 你爱她 喜欢 现在不能说 为什么不能说 因为我现在也跟姑娘她 生活上一个 不怕拖累她 对 你今天来这儿是希望她离开你的 是吗 对 对 我现在就是希望她 我不想年代你 年代你 我这一年代你 这三十三年了 我觉得人要有担当 也要有责任 虽然说她现在给不了解我什么 但是我也不舍求她能够给我什么 我只希望她能够有个人在她身边聊聊天啊 然后给她按按摩做运动啊 有个人说话 我不想让她有一个空洞的屋子 然后包围着她 但是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我希望你能够自信 能够相信你一定可以站起来 跟我一样 我们一起来面对好不好 我希望你还是 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真的特别不忍心 你在我们那里吃了太多的物 让我们一起努力好吗 小雷是希望她离开对吗 过她自己的生活 走她自己的人生 对不对 对对对 小杨是 小杨一定是要坚守在她身边是吧 我知道她说这话肯定是 让我走去 让我过我自己的生活 她心也特好 所以说不想让你 她就不想年累我 我知道我心里面都清楚 你也知道我这样的条件 你现在一直在这照顾我 我心里好受吗 作为一个年轻的女孩 每天就是这样 伺候我 不计较这么多 让我这段时间 我就是希望你能够好 她说我好不了 我可以慢慢想办法 不要这么傻了 这样有没有起方 我那倒是你看了 现在也有我这样的人 但是又能做什么呢 什么都不能做 你现在能说这样的话吗 你就不能说 这几年都过来了 熬过来了 你为什么就不往好的地方 去想一想呢 你为什么就相信别人 就说你一定好不起来了呢 打击自己呀 本来就是嘛 还本来就是呢 你也知道 你的亲戚 你的朋友 都很关心你 他们也想让你 让好的方向走 不想让你一个 就 就 现在说你现在坐着 但是你心里面 一直要想着 你可以的 因为 你 其实你内心很脆弱 表面表现非常坚强 这我都知道 流泪什么都不让我知道 你首先你要告诉这个小伙子 你陪 你陪伴 陪伴在他的身边 是出于什么嘛 我就希望 他有 让在他的世界里 觉得自己有一个意图 我反而其实感兴趣的 不是说 为什么坚持 该不该坚持 因为这个是他们两个 自己的选择 我想 要对话的 反而是男嘉宾 你现在双腿残疾了 但是你的思维是正常的 对不对 你的手还是运作自如的 对不对 可以可以 你有没有试图过 接受现状 去发展一份新的职业 有没有尝试过 没有 你的双腿残疾了 但是你的心没有残疾 你还可以付出爱意给他 哪怕身体这样不起来 你的心能够站得起来 可能这才是对他最大的感谢 另外我想对男嘉宾说 不要以为 把女嘉宾留在身边 就是一种自私的行为 剥夺对方和你 同甘共苦的权利 这才是自私的行为 我非常讨厌 一些文学作品当中所谓的 自己得了绝症 就非要找个什么理由 把自己的心爱的人支开 让他去再嫁 或者再去过自己的生活 以为那是所谓的刀上 我认为那才是真正的自私 因为他真的 在那里照顾我这么多年 因为他一直 先听我说完 自我出生之日期 我母亲就一直瘫痪 我父亲一直照顾着他 全心全意 直到前七年我母亲去世 其实我不喜欢 不想用这样咆哮的声音 来面对你 但是我真的很讨厌 那种所谓的高尚 如果对方示意要这种 在帮助你的过程当中 来寻找到自己个人的价值 其实对于他自己来说 也是一种满足 人家父亲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最想说的 我最想说的 我看也 照顾我母亲这么长时间 这几年就是我不孝 真的我非常的不孝 父母把我养之不大 我没有尽到云底 他养的义务 就是或者是说 病了我给他担满水 这么小一点的动作 我没做过 学生我在这里 我就想跟 说谢谢你这么长时间 照顾我母亲 你身体我知道 你没延四五十岁了 我就希望 其实我不委屈 我就是说 让你们委屈了 说委屈了 我就希望每个人都好 我看你这三年多 是太那个子 是太熟了 太熟了 不说太那个子 我觉得你对你这三年多 照顾我也对得起他 以后你的人生还露开场 你说你以后有心照顾他 你可以打工赠钱 可以支持他的生活 支持他的生活 支持他的生活 这我不满意 你们去看练群去了吧 我就希望你们能够理解他 起来 他真的是一个人的单到太多了 我现在оз了 不然我会 能够帮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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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希望你好吗 而且我希望你也需要人到 我知道我知道 先想点啊 亲父的话听到了 只有家里的亲人会告诉你 他们最真实的感受 如果你觉得要帮助他站起来 这个路很长 那你要面对很多东西 这个就需要你坚强 用你的坚强乐观 积极向上去影响他 好吗 两位年轻人 到你们自己做决定和抉择的时候 真的到了这个时候 我想更多的把那些杂念抛掉吧 你们还是回到最纯的那个 那个单元点上来想一想 来我们一起进入黄金六十 我现在这个样子 现在我也不想再年内 因为你为我付出太多了 给了我太多 我这样一 你要是好不了的话 我一直在当务里 我是害到你 我的心也不是铁做的 我知道 我都清楚明白 我的病比较特殊 我不希望你留在我身间 每天为我付出这么多 因为你 你还有爸爸妈妈 他们都需要照顾 你留在我这里 你留一天吧 我心里就特别不好受 我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不要每天就面对着我 我心里特别难过 好 小杨 这就是不要说通了 好吗 只要是我能够做到的 我们两个一起做好不好 不管任何时候 你不是孤独的 不是一个人 一起来打听 你心里人 不要往这下满 我不能走路了 还是希望 你要坚定信心 时间到了 一起来面对 小杨 时间到了 好 现在请你们 回到你们来的地方去 请关门 我不知道现场的这个观众 对于这段感情怎么看 是祝福他们呢 还是觉得理性的分开 请大家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来 请表决 好 现场39.58%的朋友 选择了 希望他们分手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数五个数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数五个数 来 五 我们一起来数五个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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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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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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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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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把我的位置摆清 那如果什么事 你们俩要出传的 那我呢 行 谢谢你 请休息 三个女人都说了 对一个男人的一个印象 今天我们的方式要改一下 我们进到下一个环节 才请出她 让老师们 向这位优秀男人来提问 让我们一起来进入 真心丘比特温阵 来掌声请出王妃 王妃21岁 天津技术教授 年收入8万 来有请 你好 在你心里怎么看待 这三段感情和三个女人 实际上就拿张罗来讲吧 她我一直都认为 她是我的最好的 一个异性朋友 天文呢 当然说是大学时的女朋友吧 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 但是说不代表我们就 就此断绝不再联系 王妃是我现在的女朋友 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今天为什么来这儿 主要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除了现在的女朋友之外吧 再接触其他的异性朋友 他们就会对我很反感 他们是谁 是这三个女孩吗 怎么说呢 主要就是指的是王妃 实际上从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把别人的所有的这个 就是我周围朋友的事呢 都看成是我 甚至比我自己的事 都要重要的一件事 可是那两个女孩 好像没有把你当好朋友啊 人家都是说 有机会要向你表白的 像这个张卓 或者说是天安 你想他们来找王妃 王妃内有个事 能帮我一下吗 你说如果说换作您的话 您能不去帮他们吗 还真得分事 尤其当我知道 他们对我愧测已久的时候 那我还真不敢去帮 也许这个就是 人与人之间的性格不一样吧 我认为就是 从我刚才刚才已经讲了 也就是说你认为 你跟他们 就是你跟你的前任 两位女友在相处 问并没有什么大问题 对吗 我自己想是谁 对吗 你在前期当中跟编导说 满分是十分 在三个女人之间 做一个权重比较 怎么比较啊 前女友三分 初恋女友三分 现女友四分 对 是这样做的 是这么做的 你也觉得没错吗 这三个人都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除非爱情那方面 我现实女友 只有那个一是爱情 但是可能那个爱情站的 比较少一些 也比会更多 如果王林你爱他吗 如果王林要求说 不行你要跟他们化清编辑 你会吗 从我这讲的 对我个人最重要的 第一是亲情 也就是爸爸妈妈的一份孝心 第二的是友情 我周围的很多好朋友 第三才轮到的是爱情 我听明白了 就是说他这要求你不许支持呗 不能说是完全的否定他吧 你这不明明是亲情放在了 这个友情放在了第二位嘛 然后爱情放在了第三位 不就是否定吗 三位老师 王飞啊 我一点都不怀疑你是否花心 我觉得你肯定不是个花心的人 你一定是个好人 只是没有原子吧 我一直认为在感情上 对于前任女友 应该老死不相忘了 因为人毕竟是感情动物 他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理性 很有可能就会死回复燃 这样说吧 您的前女友有一天没打电话 问你那个有个事 那个等等等等 你会马上拒约他 不行 他留电话 我不会说不行 他不会接 我就直接掐了 他会不会接 我不会说不行 因为理智上告诉我自己 很多情况之下 言语一多 交流一多 人的决定就会有所要 我帮你做一个证据补充 前文人家刚才不就说了吗 就要跟他好吗 不死灰就复燃了吗 你没复燃人家复了 对啊 你容易让女人产生错觉 那接下来 我就问你另外一个问题 在这个它上面是写 最想挽留的是现女友 最难忘的是前女友 最默契的是初恋女友 而且你做了平分 是三三四 请你解释一下这个权重 三三四 为什么那两个给三分 为什么这个给四分 跟我们解释一下 因为我的现有 现在多的那一分就是爱情 也许这一分的爱情 不像一分的站的比方那么小 那你干嘛要愚蠢的去做出一个什么权重比 叫干什么呢 对不对 你让你现任女友听起来 那心里会多难受呢 干嘛就比呢 有一种男人的人生啊 就是永远陷入一个泥潭里纠缠不清 她以为纠缠的是别人 最后陷进去的是自己 我也很佩服那三个女人啊 有一种女人的人生 好像就是为了被这些纠缠不清的男人给耽误的 干嘛呢 找感觉吗 PK吗 我觉得最不能理解的就是 女人怎么会认为PK来的东西会是好的 这样的结果实际上是我不想来看到的 我真的认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请跟前任老死不相往来 假设吧 那个就是有一些事 您只会跟您的亲人来说 不会跟您的朋友来说吗 准确一点来说啊 我不知道这一点黄欢老师是否认同 我一直认为是男女之间是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纯洁的友谊的 这绝对不可能 像那些人说我能控制住自己啊 我能控制住自己的行为啊 我能分得清楚啊 可是你能控制住自己 那这样说 如果说您现在有 就是有一些问题 你想说说来 或者说你有什么伤心的事 你想跟人说的话 除了你的男朋友 你还会跟谁说 除了你的家人 不好意思 我有同性朋友啊 我最奇怪的是 那些女孩都没有同性朋友 而且还以跟同性作战为热 不是这样说吧 你刚才说吧 如果说你周围都是同性朋友的话 那你没有一性朋友的话 我有一性朋友 但是我绝不会以破坏为热 他们刚刚两个人打电话 和两个人站上来的目的 已经是在宣赞 不是出于散意的 如果我今天有什么事 我找万锋老师 肯定是顺便 我们可能讲两句说 我最近遇到什么事 你能不能替我解决一下 那一定是散意的 我不会说万锋老师 其实我心里是暗恋你的 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跟你的老婆PK一下 我来教你谈心 你现在你说我这么多 即使人有这情况 你也不会说好来的 你就是一个没本事的人 不好意思 我还真是有什么事 我都可以说的一个人 有谁能证明你说的话 全都没说出来 所有 所有暧昧不明的人 都是心中有鬼的人 王妃王妃 所有敢关明正大说话的人 都是心里坦荡的人 你现在 你知道你现在问题在哪儿吗 确实是你的前女友 用这样的方式 在破坏你们的关系 你认为没有错误的处理方式 造成了三个女孩子的一些误会和误解 刚才我不同意的图老师说的 你不花心 我觉得你很花心 为什么你有 你有现在这个情况 我认为就是这三个女人 惯的 把你惯坏了 那是图像话 不可能 你觉得那句话也太过分了吧 我怎么过分 别急 我问你说话 还有这位女老师 我想问你一下 我问你说话 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知道话在这 我们今天来的目的 不是说让你们来 说我们来的 您知道吗 你叫我们说什么 你有什么资格坐在这说我们 您又经历过这 我没说你坏话 我说你坏话了吗 可我觉得您说我朋友的话 让我觉得听不下去了 老爷子 老爷子 我不跟小朋友 我不跟小朋友 你跟姑娘说话 你先上来挑衅 来 你站在这 来 我们把三位姑娘请出来 来 有请 站这儿吧 早知道那个特别激动 我也不太理解 怎么了 那么大的委屈 我不是委屈 我是作为一个朋友 一个真真正正 十几年的朋友 我觉得三位老师 我刚才想跟您道一个歉 我也不是说臭您 我只是觉得您 第一 您是专家 您是一个 我们既然上了这个节目来 目的就是说 让老师能够给我们 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您想想 她后边还有两个女朋友 您要真的要来跟他们争 您自己是不是自贬身价 您又怎么样 不觉得一个男人 把你们三个人排在这里 本身就是一种侮辱吗 对爱情和对你自身的 爱是自私的爱是专一 踩到这儿了 我还告诉你说 我永远不会给男人这样的机会 行了 行了 这个节目 我认为啊 我今天是第一次站起来 坦率的来说 不管今天在言语上 有多露骨 或者是多伤害人 首先一点 作为言辞上的一种理性表达 可能会有一些伤害 我们对此说声抱歉 今天的话说得再厉害 更多的是希望三位女孩的幸福 所以没有必要为死而争论 或者是抢来抢去 但是如果大家觉得 不需要我们三位的帮助的话 我建议我们现在离开 我现在就不多了 都战斗走了 你们特别能战斗的一个战斗集体 把专家都战斗走了 但是专家该说的 其实我觉得 大概就是一句话 人不管是在恋爱当中 还是在现实生活里 大概边际清晰是最重要的 如果一个人连边际都搞不清晰的话 生活会一团糟 咱们这样 一个一个的 来表一下白好不好 你先因为你 你跟他认识时间最长嘛 又是好朋友嘛 来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我有没有破坏到你和王林的感情 我认为没有 那王林 我可以问一下 我有破坏到你和王菲的感情吗 其实心里有些是一些介意的 但是我觉得朋友之间 这么多年的朋友 能相处下来不容易 能有一个认识之间的异性朋友 他能 你能传达给王菲的东西 可能是我传达不了他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接触 我某些方面是介意的 某些方面不是很介意的 因为我珍惜你们之间的友情 那我想说几句话 王林 王林 也许你介意的事情 怎么说呢 不是你想的那样 也许你觉得你和王菲之间 有很多事情 是他不愿意跟你说 反而愿意跟我说的 当然我想利用这个平台 把这件事说清楚 希望你们两个不要因为我误会 我跟王菲十几年的感情 十几年的同学的友情 我喜欢他 也许 也许现在在场的各位都不理解 我喜欢他是哪种感情 也许是 朋友哥哥 我看见王菲刚才 不好意思 没事 我刚才在这 我冲上来的原因 大家不会理解 因为就是指责自己哥哥 站在台上的感觉 指责自己最铁的朋友 我今天来 我因为王菲 我在下面坐不住 如果他们是说我 我不会这样 这就是 知道你说这段话 我想说什么吗 跟我们说什么 其实不重要 因为每个人看法不一样 但我希望王菲能明白 他不要再 你不要希望他明不明白 他可以有他的要求 你凭 如果你承认他是他现在女朋友 你凭什么去管他现在女朋友 对他提什么要求 未来他有资格跟你老公提 说张卓 你老公 比如说你先生是我 他有资格跟我提 我们夫妻之间是夫妻之间的事情 其他的朋友有什么资格 跟他的老婆提什么要求 靠近的朋友是一辈子的 那是你们的事 但是我就说 我希望大家把编辑搞清楚 今天的难堪局面 就是因为编辑不清 也许你认为你的编辑很清 但是今天有人编辑确实是不清楚 我肯定也是一个女人 如果你的先生有这样一个红颜知己 你心里舒服吗 所以我就说 我们表达自己的心声 而不要求别人什么 这就是今天这个节目的目的 这样吧 你们表白吧 一表白什么问题都出来了 来表白吧 好吧 那我就说 如果你没有女朋友 我会跟你说我喜欢你 但如果你有女朋友 我觉得你都是好朋友 我认为啊 咱俩一直都是好朋友 因为就是 比如说有时候 我和王林来吵架的话 我跟他是说不明白的 我只会跟我自己的朋友说 也许你更了解我一些 也许我又会跟你多说了一些 你跟他只有友情对不对 对 做一辈子好朋友对吧 对 OK 行了 谢谢张主 来 请回 老天 表白 我觉得我们大学四年的生活很幸福 我不会忘记 我想你一定也不会忘记 现在你们俩没有结婚 我并不是你们俩之间的小四案 你们的感情出现问题 也不是由我造成的 但是对于你我还是不会放弃 我想我们一定会在一起 现在说吧 这个天文 我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 你只是我之前的女朋友 因为现在 从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不希望 你再打扰我和王林之间 如果说你拿我当哥哥的话 或者说是拿我当同事 那一定是非常好的关系 你那我应该保证 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曾经有过 学问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准备幸福 其实问题挺好解决的吧 就是真诚对待嘛 现在其实才轮到真正你们的问题 包了那么多层盒 包完了全是外面的 就像天文所说的一样 如果你们之间没有问题 怎么可能会这样呢 我们一起进入踏浪旁观者清 那位是王菲的朋友是吧 其实王菲我觉得她是 不是说没有责任感 而是责任感太重 有点没话分清 女人一般在分手之后 她都会说 希望你不要忘记我 就是希望我以后有事找你的时候 你能帮我 但是你帮吗 兄弟 我要分事情吧 你知道分事情 你哥们就不比他分事情 这就是他太有责任感 但是我很看好他们了 其实不是不看好 你知道大家为什么今天特别急吗 大家都是明眼人 谁敢说张卓那女孩不喜欢呢 你们谁能从他的眼里看不到 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那么炙热的爱 你们看不出来吗 真没考虑 就说谎吧 你没有上场的时候 我们在这讨论 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个男人 让这么多女孩去喜欢她 但是你上来以后 看到现在 我觉得你挺不爷们的 你的朋友说你有责任心 其实我觉得你没有责任心 你要有责任心的话 你不会让你的女朋友这样 你如果有责任的话 你应该让你的女朋友 天天开开心心的 无忧无虑的 你知道我经常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你看我媳妇怎么说 当你的第二个女朋友 刚刚在台上都说出了 说是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在一起的 你的现在女朋友就在这站的 你没有做出任何回答 你也没有拒绝她 这就是大家提醒你的 界限 可能我周围好友同事 也会有应付 这个界限定在哪里 你真不懂吗 你除了这两个异性朋友之外 没有其他的异性朋友了吗 有 那怎么她都没说这些呢 怎么都没出事呢 明白 咱们之间 以后是最亲近的人了 你明白这句话吗 真真正正正正进你的心里 你能懂吗 你懂吗 谁问的 我在问你 你懂吗 你懂吗 你能回答我吗 你懂吗 谁跟你是最近的人 谁跟你是最亲的人 谁跟你是最该你去把握住的人 你懂吗 懂 不是我不去说 不是我不懂说 只是我不想说 我希望你懂 我希望你懂 今天有些话 是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过的 但是我希望你有一天你会明白 来 黄金六十秒 来两位 实际上 我想对你说的 我周围这些朋友 确确实实在我心里 根本占不到你分量的一半 哪怕是十分之一的重量 记得手上这个戒指吗 这个戒指你给我买的时候 你说上面有英文字 英文是 F-L-O-W-E-R F是我 L是你 O-W-E-R是我们 当时也许是你把这个戒指 戴到我的无名纸上 我已经解消了 如果说你希望我周围 没有任何一定朋友的话 我可以为你做到 我希望你明白 亲情 友情 爱情 这三样东西 谁群 谁羞众 张卓 跟你之间 我相信你们有一份 纯真的友情 但是某些方面 要花清界限 前任女朋友 如果你心里没有什么 为什么还藕断思连 我认为 男女朋友分手了 就不可以再做朋友 因为曾经有过感情 不可能再做纯真的友情 永远都不可能 人都有觉醒 这话我想出自她的口 你都会觉得很奇怪 对不对 也有点意外 人都是在经历成长 我觉得今天就挺好的 好了 两位请回转门 请回去 好了 现场的观众 你们看到了这样一个爱情追求 你们是祝福 还是不祝福 来 请选择 7.14%的观众认为应该订婚 比例极低 来 我们一起数五个数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5 4 3 2 1 请选择 5 4 3 2 1 请选择 5 5 4 3 3 2 起来了 求婚吧 跟你的亲情友情爱情 重新做一个排序 在你心里真真正正的 彻彻底底的做一个重新的排序 第一位 爱情 第二位 情情 第三位 要情 这个咱俩满意吗 还算满意咱 那就求婚吧 你在我的心里 是第一位 就单纯 只有你来呀 其他什么都 我希望你下个 可以吗 同意吗 同意吗 我们今天就对着 把戒指抬一下 来 尤其是小花孔 感谢曾经曾经佩提 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撰件 还有礼物呢 这是由金利音乐手机提供的 和庞系列音乐手机 来来来 送给你们 这个防飞记住了 借鉴清楚 其实人家都不会怪你 好吧 祝你们幸福 快乐 开心 来 请回 谢谢大家 第一期节目的情绪 都在起起伏伏当中 总之 我们会发现冲突很多 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找到了一个 解决这些冲突的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 互相理解和互相包容 我们的节目已经开通了 一个手机互动的环节 大家呢 通过屏幕下方 打出的这个电话号码 就可以跟我们进行短信互动 有些观众朋友就可以获得 和庞系列音乐手机一部 在这里要感谢金利手机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按理说今天的节目就要说再见了 但是下面还有一份更多的精彩 我们天机卫视 有一个王者归来的模仿秀的大型活动 那么今天呢 有一位参加这个活动的模仿者 要走进我们的节目 今天他带来的一首呢 也是一首爱情歌曲 叫《那一片海》 感谢你收看这一期的爱情保余带 下个节目 下个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